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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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 都将获得由港容震荡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 港容震荡糕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震荡糕好吃不上火 下载励志新闻换个角度看相亲 解锁高甜恋爱宝典 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珍爱网 百合网 世纪家园网 励志网 或者现场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有请今晚24位 24位女生欢迎你们 请亮灯 前不久在广州那边有一家法庭 他们处理了一起离婚官司 他们推出了一个婚姻家庭的试卷 让这两个人去做 妻子得分75分 丈夫得分23分 最后法院决定他们和平分手了 卷子里边有 你们的结婚纪念日是什么时候啊 夫妻之间最美好的回忆 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呀 现在夫妻之间最大的矛盾和分歧是什么呀 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女生 如果你们出这个试卷 你们觉得还应该加哪些题目 敬扬扬扬 我想出就是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 我是什么发型 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你自己记不记得 我自己 那要看对方是谁了 对方是你男朋友 或者是你老公啊 那如果是在《非诚勿扰》舞台上牵手了 那我可以看回放呀 对 我的意思是这样 你提这个问题一点毛病没有 但是最好你自己知道答案 赵晴 我会问我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 最喜欢吃什么菜 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 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了解我了 这些就答案他的指向是非常清楚明确的 我觉得像这样的答卷要给陈铭做 应该是满分 100分的话 你能达出120分来 对不对 这应该是最减板的 结婚纪念日 至少他应该匹配三个指向 比如说如果是我答的话 求婚是11月22号 领证是12月15号 婚礼是7月初期 他肯定不能只纪念一天 他是一个脉络嘛 我见过一个升级班的 之前录过另外一个节目 是一个爸爸们参与的节目 然后让所有的爸爸们 在一起考试有几道题 第一个是孩子班主任老师姓什么 这个问题我发现 妈妈的证据率在90%以上 但是爸爸基本上不超过10% 好 下面还有一题是 说出你孩子三个 班上最好的朋友的名字 这些我还反而都能答得上来 包括他的关系好的同学 我也能答上来 原来是 程老师孩子比较多 可能 你记住不容易 你要记住十几二十个的 我看这个家庭诗卷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可能是在这个答卷的过程当中 他不断地在提醒我们 这两个人对这个婚姻 到底有投入了多少 所以做完了以后觉得 OK 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关系 自己来负责 我觉得不要等到离婚的时候 再去答这个卷子了 你打算结婚的时候 或者你们打算正式地 进入那段关系的时候 你们相互答一下 看对对方了解多少 我觉得黄岚提的这个角度非常好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 也是给大家检验一下 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 提供了一个视角 好了 开始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攻击3号男嘉宾 他将来不兴力 对方打在课 写中心的 noted 写中的写中 写中的写中 然后拿起来 很高高度 他人有写中 说明天家 中飞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我叫张昭 来自湖北武汉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摆树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振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你嘉宾和我一起玩一下当下的热梗 郑琪 男嘉宾可以跟你一起跳《佛罗尔》吗 可以 来 我不会跳 但是女嘉宾可以教一下我 然后我可以跟着你一跳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还是留着绘 explain 算盛了新长 如果她要挤人 当然是如今 前半段是洗手 后半段是开锁 谢谢 我想问一下你学废了没有 学废了 好的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参与家务劳动 金洋洋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不希望对方参与家务劳动 是所有的都不用参与吗 然后他干了一点 你还要跟他挤的那种吗 挤倒不会挤 但是他所有的家务劳动 都可以不用参与 我觉得你很好 谢谢 不谢 老铁 那我喜欢倒垃圾 你能把这个活让给我吗 你要是想做的话还是可以的 两个人打起来了在门口 我倒 我倒 然后打起来了 16号 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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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希望对方参与家务 或是因为你很爱做家务吗 还是就无条件的宠女友 是因为这样子的 小时候跟妈妈生活在一起的时间 比较多嘛 那时候我记忆中的母亲的手就很柔 摸起来很舒服 但是当我有一次回家的时候 我发现我妈妈的手已经开始有军裂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立下决心说 以后不让女生去做家务 更多的家务活让我去做 这样的话女生就飘飘飘飘就可以了 哇 作为一个年轻人 看到妈妈的手那样了心疼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爱心 很有孝心的孩子 我觉得最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跟你爸谈的 对呀 对对对 确实我回去要跟爸爸说一下 然后就是因为我自己是退伍兵 之前在部队里面 他那个卫生标准都很高的 就是说基本上自己的家务 我会做得更加干净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环境 好的 来看片子 Vintage古着 多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生产保存良好的精品服饰 我叫张昭 是一家古着店的店长 店里的物品不多 但很多都是孤品 每一件也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你不仅仅是来买服饰的面料 和做工 你买的还是时光的沉淀 精英古着店 其实是不会反感 顾客问一些单品的来历 反而会喜欢和这些顾客去交流 无论能否接受古着文化 我都会和他们分享 单品背后的故事 常常有人开玩笑说 时尚是一个圈 总会回到曾经的某一个点 这并非毫无道理 就像古着文化 也在慢慢被大家接受 我的时尚 不只停留在古着服饰上 他还可以再久远一点 我还是一名汉服爱好者 最早接触汉服 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被朋友拉去一场汉服活动 穿上汉服的那一刻 我便被深深地吸引 我会耐心地去解答一些 对汉服感兴趣的提问 也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去发一些汉服照片 宣传汉服文化 我习惯用文字去记录生活 当兵时每个月都给自己写总结信 也会给来自天南地北的顾客写明信片 就像多年的老友一样 以信会友见之如物 我也会把理想的另一半写进信里 我给她取名叫王美丽 断断细细已经写了一百多封 将来遇见她时我想都送给她 让她了解我过去的点点滴滴 在来《非诚勿扰》节目之前 我就在武汉写下一封明信片 希望今天这位王美丽小姐能按时查收 王美丽这个名字是谁想的 这是我自己想的 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漂漂亮亮 是张美美丽丽的 然后姓的话就随便取了一个名字 因为我张王生那个 然后就学了王美丽 哦 根据我的生活经验 在影视作品里边 只要出现王美丽这个名字 大约年龄应该在三十七八岁往上 真的吗 那不叫小美吗 小美 对了 小美和大壮一般都是年轻的 王小美 可以可以 没问题 对 21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姓王 我的外号叫美丽 真的吗 我的天 希望今天王美丽小姐能按时查收 我姓王 我的外号叫美丽 因为我小时候又黑又丑 我妈给我起外号小美丽 让我长大就是能变得漂亮一点 没有 你现很漂亮很漂亮的 遇到了你的人生的王美丽今天 你再看看她 你能看出她小时候长什么样吗 小时候 小时候肯定也漂亮 不不不不 我小时候很丑跟男孩一样 你就不要这样了 她都说她丑了 好好好 那你小时候丑 你也是喜欢写点东西的 对 我很喜欢写东西 其实从武汉到南京 知道自己参加《非诚勿扰》 我自己也是写了一封 给王美丽的信的 给大家去念一下吧 我的天 亲爱的王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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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词如舞 崭新疏远 最近的你还好吗 我很好 偷偷告诉你 这次我将登上 《非诚勿扰》的舞台来寻找你 我并不知道你是否也在这里 但是我的内心 却无比渴求你的出现 因为武汉的夏天是美丽的 我想在这夏天的日子里 带你去汉口江滩 带你去水塔街 带你去东湖绿道 我想和你做许多的事情 可是我身边缺少的也是你 但是我知道 王美丽你肯定会出现的 而我也希望 当你真正出现的那一刻 王美丽这个名字 也将有了新的意义 她叫《你的名字》 喜欢中间那一句啊 武汉的夏天是美丽的 是美丽的 双关 世间一切美丽的都是你的 来 21号 我觉得很浪漫 有点不好意思 她已经代入我是女主了 完全代入了 你住在哪个城市 你住在哪个城市 河北 苍州 你也挺近的 你也挺近的 你去过苍州吗 我自己有个家在河北四家庄 什么叫你有一个家在 就是 不是 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亲戚家在那边 然后买了房子 你就说亲戚家吗 是的 是吧 我有一个家在那边 是 亲戚在那边吧 你不要乱说话 不知道 知道 19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对古拙比较感兴趣 但是我是新手 如果想入手一见古拙 你有什么建议 第一个就是古拙 基本上它是独一无二的 基本上它属于是孤品 然后第二个 它有很多 就是有些它们是减标的 就是大家看到没有标签的 就大家不要去买 是不是还要考察一下 这些店的信用 到底是刚开的 还是开了五年以上的 对 对 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那你怎么又突然爱上 汉服这个事情了呢 汉服这个事情 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个事情 所以有一次我在武汉 欢乐谷那边 然后突然有一个人 跑过来说 小伙子你长得还不错 要不试一下汉服吧 试了做饭 他觉得我的上妆效果 特别好嘛 就有那种平平公子的感觉 对于汉服我就是死于颜值 然后忠于它的品味 你别说他穿上这个 确实比这样好看一些 你为什么没有考虑 穿成这样来呢 对啊 我也想穿 万一没牵手成功 自己下去就一根 咕咛咛的不太好 男嘉宾首先很上镜 其次你也很适合 古装扮相 因为你的发型 被帽子一盖上去 就好多了 刚长长一点点 是有点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关系啊 没头发有时候也挺好的 15号 男嘉宾你好 我感觉你是个非常浪漫的人 比如说喜欢古卓也是 因为喜欢他背后的有一些故事 包括你侠汉服也是 因为他有一些文化底蕴在的 我跟你还是有点相似的 挺好的 挺好的 我也喜欢这种 这种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 好 看下一条 你在爱情里面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是我爱你 还是我想你 而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分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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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一段感情 女生习惯性的把分手 作为你爱不爱我的测试题 哪怕是一点小事 也会用分手去表达自己的不满 刚刚堵车了不好意思 你就是不关心我 我们分手吧 最开始我能感受到 她只是在闹群绪 而不是在分手 就会一个劲的去哄她 让她消气 可后来几乎每个月 分手这事比闹钟还准时 月月都要提一次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每次收尾都是我低头去哄她 我也跟她讲过 我说不要经常提分手 终于在她第八次提出分手的时候 戏头上的我也回复了一句 那就分手吧 让我放弃了这段 总是被测试的感情 就是我觉得平凡的分手 这些东西就是会消耗我们 在爱情里面的感情 以及我对爱情的憧憬 第二段感情的女生 她对我一见钟情 会主动约我吃饭 找我聊天 在逐渐的交流和接触中 我喜欢上了她 跟她告白的时候 我写了一封表白信 偷偷地藏在了她的包里 等她回去看到了信 给我打电话 我故意装作不知道 两个人都心照不宣 也是在这封表白信之后 我们确定的恋人关系 但热恋期仅仅维持了两个星期 她开始莫名其妙地冷落我 开始我还换位思考 但久而久之 我的热情只换来她的冷漠 事前想后 就向她提出了分手 出乎意料的 她没有任何意义 马上就接受了 后面才得知嘛 就是她跟我恋爱 其实跟她前任 刚分手不久 她和她前任 有没有和好 我真的是不知道 但是她这种断牙色的门摸我 会让我真的天天胡思乱想 这段感情也让我决定 不会再匆匆忙忙地 开转一段感情 彼此起码 都要有三个月的恋爱空窗期 现在的我不想只做别人的爱情陪跑 我想要的是一段可以跨越时间的爱情长跑 金洋洋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也是一样跟你在短片里说的一样 我不能接受就是另一半平凡的提分手 我是觉得如果平凡的提分手的这样一个男性 就不可能在我择我的标准里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男生 成年男性 平凡的提分手 会让我觉得他特别的情绪不稳定 而且很幼稚 对 我觉得像我们现在都是成年的 我们大家都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对 我非常认可您的看法 郑琪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但其实不是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 都可以情绪稳定的 那你接下来的感情生活中 你会希望说对方在情绪不稳定 或者你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你会希望是什么样的形式去处理呢 像我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话 我第一个还是先去哄 如果自己遇到这些问题 我肯定就会自己 把自己心态给你震 不能把自己的坏脾气 带到彼此的感情关系之中 4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其实想分享一个 我自己的经历 我是大学的时候 谈第一段男朋友 那个时候我就是 你刚刚第一段恋爱的那个女主角 一点点小事情 我就会轻易地提出分手 但是我并不觉得 这是女生情绪不稳定的表现 然后每一次她都会挽留我 久而久之就像你刚刚说的 她终于提了 好吧 我们分手 那个时候我的心情 其实是很难受很难受的 经过了那一次恋爱之后 现在的我更加地懂得了珍惜 更加地学会了主动 更加地不会去心意地 拉黑删除一个人 对 然后我们也学会 互相换位思考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对 女生也不必为自己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而羞耻 我觉得这可能是成长了必经的那个阶段 最后一个问题 1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过 喜欢你的女生跟你告白的时候 你是怎样做回应的 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喜欢的女生 对我主动告白过 王美丽爆灯了 我一看到爆灯 我的本能的第一秒的反应是 会不会是21号 等我回头一看是21号的时候 我鸡皮疙瘩使得全是 来 21号说爆灯的原因 我觉得你很疼爱你的妈妈 我觉得你以后肯定会更疼爱你的老婆 这个逻辑 逻辑正确吧 是她前面那句话 她前面很切切地说 我还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我喜欢的女孩跟我告白 如果对面有一个真的对她有好感的女生会很心疼的 那下会被戳一下 就是这么好的男生 为什么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刻 我再补充一下 台上爆灯的场面我看得太多了 我为什么会有强烈的这种生理性的反应 我们来看大屏 心动女生是哪一个 我的妈呀 因为我记得她选心动女生 我大概看了一下21号是那个方向 然后她说到那封信 说到王美丽的时候 21号开始发现说 我小名就叫王美丽的时候 我就惊呆了 但是没想到走着走着走着 那边爆灯了 也是王美丽 现在留灯的是21号 22号 有请 你觉得他哪一个女生 现在我就追求她 心动不用看了 已经在台上了 来 直接看制推 张昭的制推女生是 纯粹好度 灵天佳 横顺精油 灵天佳香醋 为您揭晓制推女生 金扬扬 男生阳光俊朗脾气好 喜欢运动 做事有条理有规划 感情中念旧 重情意不喜冲突 会给予伴侣细腻体贴 无微不至的照顾 女生时尚自信 小众有品 感情中看重精神交流 向往心有灵犀的爱情 两个人都努力有品味 女生踏实上进 男生包容内袖 是在一起 心有灵犀的甜蜜恋人 供两位参考 来看三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22号 前提条件 开心果 如果吵架了 开心果 2 感觉自己能应对 任何尴尬冷场的局面 跟年龄跨度较大的朋友们 也能相谈甚欢 是朋友中的开心果 11号 金洋洋 这样的我 沉迷文字 柔中带刚 沉迷文字 十年树林的小树民 最高记录 曾经三个月不出门 没有娱乐活动 只看小说 文学爱好者 所以匹配了他们 王美丽 我的宅宅 我最看重的 喜欢的类型 喜欢的类型 永远喜欢简单又真诚的人 在感情上从来不和差点意思的人周旋 对上了 简单又真诚 说的就是你了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三个女生 你们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最浪漫的情感 22号 对我来说最浪漫的可能就是 休息的时间和自己爱的人 卧在家里 就是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金洋洋 我就特别羡慕那种 就是相濡以沫 然后就是对方是一个情绪很稳定 然后会慢慢就陪着我的那种感觉 王美丽 我觉得最浪漫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一起回家吃饭 哇 干什么 哇 其实我也有自己的一句话就叫 乍见之欢 久处不厌 乍见之欢就是说 我们第一眼就相思来就很投缘 相思相知 就慢慢的 还是能采迷油缘降畜 然后一起去生活 去共同成长 我觉得这也是最浪漫的事情 就像刚才王美妮说的时候 一起回家吃饭 稍微迟疑了一下 王美妮 爆灯的女生 你很爱你的妈妈 你能这么爱你的妈妈 将来肯定会更爱你的妻子 所以你愿意让我做你的王美妮吗 你的决定是 爆灯的女生 我觉得您一开始上来说 不喜欢女生做家务 因为我不会做家务 我会 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 然后 我勤快 然后我觉得你很爱你的妈妈 你能这么爱你的妈妈 将来肯定会更爱你的妻子 所以你愿意让我做你的王美丽吗 你愿意让我做你的王美丽吗 你愿意让我做你的王美丽吗 对 愿意 你愿意让我做你的王美丽吗 最近的你还好吗 最近的你还好吗 这在我自己的就是脑海里 就一直患着王美丽 到底长什么样子 一直都是一个幻想没有具象 我并不知道你是否也在这里 但是我的内心却无比可求你的出现 因为武汉的夏天是美丽的 但是今天来到了《非诚勿扰》这舞台 王美丽定有了真正的具象 也让我更加坚信的爱情值得等待 王美丽爆灯了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姓王 我的外号叫美丽 真的吗 好 我也希望当你更终于出现的哪一首 美丽 我希望得自立 我 所以爱是 好 谢谢 你唱着歌 没有什么风格 他紧紧地扔着 我想你 你还白鸡 王美妮妮肯定会出现出现的 你愿意让我做一个王美妮吗 对 对 对 再见 对 林天佳 安心好品质 纯粹好处 林天佳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 横顺金优林天佳相处礼包一份 王美妮抱灯的时候 我承认了一下 我真的没有想到 会有人会给我抱灯 就很开心 很激动嘛 我觉得是缘分吧 我选了一年半左右 然后最终也遇到了一个 叫王美妮的人 王美妮以后 也真的就不叫王美妮了 她叫王若杰 我对她心动的点就是 爱做家务 会做家务 以后你到武汉这边 所有家务我全部包了 都来我做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我真的发现 本来21号站在那个地方 没有特别抢眼的表现 但是就在刚才牵手 下去的那一下 我真的发现她 突然变得美丽了 爱情来的时候 确实会让一个女生 就是花开 花开了的感觉 每一个细节都非常契合 当男生在台上说 你能想到的 最浪漫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就想你们两个不用说话 这就够了 你写了信 我今天才收到 这已经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都已经 不用再换个名字了 我就是王美丽 对 那个信最后那句说 王美丽 今天如果我遇见你 你就有了新的名字 那个名字就是你的名字 王美丽 多好 哇 当海男嘉宾 在跟21号对话的时候 我看他那个眼神 就满满都是爱 是的 然后牵手走的时候 走到那块的时候 他看着那个女生 真有幸福 祝他们幸福 非常勿扰由恒顺精油 灵添加香醋冠名播出 恒顺精油香醋 纯粹好醋 灵添加 吃好醋 选恒顺 非常勿扰由 港容蒸蛋糕特约播出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 好吃 不上火 非常勿扰由 狼牌特区指定播出 和狼牌特区 抽金条大奖 迎现金红包 浓匠煎香 龙马奔腾 狼牌特区 非常勿扰由 山楂树下指定赞助播出 果汁我选天然的 百分百山楂树下 纯正无添加 新鲜好果开启健康一天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一位男嘉宾 谁都看到也有 一位男嘉宾 正无添加 我只有一个男嘉宾 明知 我以为当长者建设 一位女嘉宾 不可缓 女嘉宾 老师 24位女嘉宾 你们好 我叫赵嘉文 今年23岁 来自山东自博 本嘉宾由脱单快 上真爱的真爱网题目 来选你的心动女士 来 选你的心动女士 男嘉宾在选择 和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 已经为她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她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震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对方能够 带我在饭桌上整活 整活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们山东 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 会用整活这种方式 来让大家更加融洽地 在一起活跃 但是呢我没什么才艺 所以我希望能够找一个 能带我活跃气氛的女朋友 你很紧张吗 紧张 有一点是吗 紧张 你放松一点 没事 好 她们都很和善的 金洋洋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跟你一样 我也不会唱歌 也不会跳舞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那种 就是可以让朋友之间 快速破冰那种小游戏 比如说抓蝴蝶这种 我可以教你一下 你想尝试一下吗 单人可以了 你教我好了 是这样子的 你看我的动作表情 就是抓蝴蝶这个游戏呢 还就是数 我一共抓了几只蝴蝶 第一回合 抓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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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了几只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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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力就是稍微放在细节上 再尝试一次 抓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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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了几只蝴蝶 我抓了几只蝴蝶 天王 老子来了也是三只 会不会就是抓蝴蝶 说久一点 应该是一手抓了好几只呢 不是 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 九宫阁 脑海里画出一个九宫阁 我刚刚是抓蝴蝶 抓蝴蝶 抓蝴蝶 那这个地方就是第六 因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空中悬浮一个九宫阁 最后落在数字几就是几只 对 所以跟那个蝴蝶的数字 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你有一个脑海中的概念 就可以了 蛮有意思的 来 来 假小单 娜娜娜你好 就是我也会一个游戏 就是数码 从蝴蝶变成了码 抓码 抓码 抓了几只码 我好抓码 你看一下 现在一共几只码 完了 你还是放弃吧 我尝试一下 七只 几只码 三 这个你会 三 对了 对了 因为它是几个字 就是几只码 不要管我拍手 回馈后是资博整活一哥 可恶 对 你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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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我不希望对方建议我 他为什么你刚才还紧张 已经玩了两个 抓码也玩过了 抓蝴蝶也玩过了 我不希望对方在建议我 在飞跃会 是 来 你给我学一下 你把在这个字拖音 拖得尽可能的长 你说 在 在 怎么有点北欧的口音呢 在 你知道为什么做这个测试吗 因为拖音拖得长 你如果很紧张 声音就会抖 他不用很长 一秒钟他也会抖 好 再来一遍 你刚才的题目是什么 我不希望对方建议我 在飞跃会时 总去秘密基地 怪不得抖啊 秘密基地是什么意思 我的秘密基地无非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咖啡厅 第二个就是自己一个人 开车在火车站 这也算是自己的一种排解方式 16号 男嘉宾 您好 我就很疑问 你是相对于两个人来说 更喜欢独处吗 并不是 如果就是说有女朋友的话 我更希望跟女朋友在一起 23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也是一个人的时候 喜欢在咖啡厅静静地坐着 但是我认为两个人静静地坐着 也会更好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非常好的相处方式 两个人静静地坐着 对啊 两个人在咖啡厅静静地 就是说看看书啊 然后聊一聊啊 就这种很安静的氛围 来看片子 各位乘客请注意 终点站 资博站就要到了 这里是山东资博 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是赵家文 毕业于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 现在在自家工厂忙忙 负责工厂的运营和管理工作 山东小伙主打就是两个字 热情 在山东跟陌生人打招呼都是很老实 是吗 在俄罗斯留学期间 当时真的是可缠面试了 就摸索着自己做包子拉面 这一做不得了 一下子成了同学中的大厨 干嘛隔三差五就要吃包子啊 那些俄罗斯同学学会的第一句中文就是 拉面包子 最近四伯小招烤火了 许许多多游客坐着高起来四伯 有种藏在深山无人时 一招成名天下之的感觉 一桌一炉一卷饼 小串小葱小蘸料 教大家一个正能吃法 小饼一现天 烤肉小葱放中间 这一口下去 一脚没白了 大学我学的是装饰领域的艺术教育 只要关于美术的我都会点 人这一热情动手能力也强 就顺理成长的成了大家的工具人 帮朋友做设计 给村里画强绘 辅导我妈同学的孩子做手抄包 自己设计 打扮衣服 甚至是戒指我也可以对自己做 我很喜欢把情感存放在手工屏中 开心和不开心的日子 我觉得都值得被记忆 虽然我对身边人可热情 但是我和陌生异性之间 就像有道格热墙 曾经的我也相信 男女之间是有纯友谊的 但一并尽是 我觉得男女之间 要么是工作和学业上的正常往来 要么是男女朋友 不可能有充电池 所以我拒绝无效的沟通 也把射雕软件设置成了 不可被别人添加 只能我加别人 但是如果你是我心仪的对象 不用担心如何接近我 我一定会主动出击 你是学俄语的 我不是学俄语的 我是纯英文首课 一般上课都是翻译器 包括老师讲那些节点 或者是下课自己拿着课本翻译了自学 就靠这种方式 对 所以我跟人说我在哈佛 培训了一段时间商学院 他们说你吹牛吧 你还能听哈佛商学院的课 有同声传译 1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是来自自博吗 然后我四月初的时候 我就去过一次 也是这唯一一次 就是为了一个美食 来到一个城市 然后我记得我在路上的时候 就练习那个 在卷饼里撸串的那个手势 自博的烧烤 就是我尝试到的 也挺好吃的 我知道那个徐柱的烧烤 好像是也挺不错的 就是我希望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去尝试一下 新桌的烧烤 如果你愿意带我去的话 我一定去 老铁 嗨男嘉宾 我平时我也特别喜欢吃烧烤 就是这个 你们这里烧烤火了之后 我们郑州的烧烤套 都改名叫山东自博烧烤 然后我的一个技能 就是我特别会拍照 我的朋友基本上和我出去 他们就会让我给他们拍照 我也可以给你拍照 你好帅 我也可以给你拍照 你好帅 谢谢 加油 20号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于晓晨来自南京 今年25岁 职业是一名护士 男嘉宾 你好 请问你可不可以 叫我们几句山东话呢 比如我去吃烧烤 去你们那儿吃烧烤 我想说太美味了 就是用山东话怎么说呢 港着香脸 港啊 什么 什么什么 这个和我前半辈子听过的山东话 区别略大 再来一遍 你把那个词拖的拖音拖长一点 港着香脸 港着香脸 重点在最后一个字 第一个字是长的意思吗 港 就是非常的意思 就是港 还是何的话容易 逮劲 什么好的都是逮劲 金杨阳 男嘉宾 你好 我是来自于浙江的东海的沿海城市 泰州 泰州代言人 像我们东海那边的话 吃烧烤比较少 我们都很喜欢吃油炸 而且我们有海鲜酱 糖醋酱 有机会你也可以来 来这边感受一下浙江这边的油炸 那你一定要带我去浙江那边尝一尝 你刚才是让谁带你 你刚才带徐州的 好 这已经两站了 徐州第一站 泰州第二站 我们再分享一下 有没有谁分享一下 你们家乡的 不太为人所知的好东西的 一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是来自福建的邓神丹 其实在我家乡那里 清明节的时候都会吃爱果 锅里就会有 埃草叶子的那个絮 然后就非常正宗 很好吃 我从小就是吃这个长大的 有机会的话 可以带你尝一下 我拿出去了 ihihi 我那天我说 这是谁在黑色的 我晓得我们坐下 你刚才看过了 你最好 最好 特别爱 我用了 好 赢 Auto 好 我已经发现了 就是自己做给对方 都包在我身上 都包在我身上 浪漫 14号 我也有注意到男嘉宾说 不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 然后我想问一下 那如果有异性朋友呢 包括我们台上还有过 就是和前任是朋友 还有带前任来参加 就是我们节目的 像这样你是不是就完全接受不了 可以坚定地说我完全接受不了 那如果是普通异性朋友呢 我可以接受 好 谢谢 就是他接受不了跟前任 成为很好的朋友这件事 但是一个人有异性朋友 他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自己看一遍 你能忍到哪一步 如果极限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第七集吧 第七集 来 我们问一下女生 我们反过来问 如果是你们的男朋友 能忍到哪一集 14号 我觉得我只能忍到半集 这边打招呼 这边打招呼可以热情不行 对 来 马一帆能到 我觉得我能到第六集吧 我跟你差不多 我也能到第六集 七到十 我可能就不是他女朋友了吧 你有几个前任 一个 一个是吧 怎么认识的 同学 同学 同学是怎么变成女友的 我就是追了他两年半 这个效率不能说太高 谈了多久呢 谈了两个月 我都替你难过 说到情感问题 我们来看下一条编子 热情的山东小伙 没想到感情中这么闭塞 在恋爱方面 我朋友都教我铁树 大学的唯一一段恋爱 最初的他对我很热情 但一开始我对他没有感觉 他一连给我发了十几条信息 我就回了两三条 刚上大学时 我得了肠胃炎 不得不住院治疗 谁也不认识的我 只能发朋友圈求助 有没有需要的同学 能来医院帮我送床被子 没想到过了十分钟 他就和我联系了 那段时间 他早周晚都会来照顾我 除了带的一些水果呀 就是自己做的一些粥 慢慢的 我是真的有点心动了 但没想到 我决定主动出击时 我俩仿佛身份反转 我给他发十条信息 他只回个两条 苦苦追求了两年半 表白都表白了两次 终于在第三次 我们确定了关系 虽然我周围的朋友 一直觉得他长得不是很好看 但是单凭长相喜欢一个人 实在是很无聊 性格和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和他在一起的日子 我总是受到他的打压 我是赵家文 你谈恋爱怎么变化这么大 自己也想了很久 最后选择和他和平分手 我认为我表白的次数太多了 就认定恋爱公式不能太急 但这也彻底导致了我 成了恋爱的主缘体 最近一次是和朋友介绍的女生 各方面都不错 我非常心动 但见完面后 秉着不能太急的原则 我还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和他聊天 没想到几个月后 我希望你能在台上开花 我希望我这棵铁树 今天能在台上开花 她的故事很精彩 着急也不行 不急也不行 不急等来了结婚请帖 随个份子 你随了多少 含泪随了500 人去了没有 去了 去了 说去了 可是都要哭了 21号 大家好 我叫姚佳璐 来自浙江杭州 是一名美术老师 然后我是想问一下男嘉宾 就是你的这两段感情基地 其实我觉得反差还挺大的 那这两段之后 以后你会选择怎样的一个 方式对待女生吗 如果我遇到自己心动的女生 我还是会选择主动出击 不会再这么拖延了 好的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你说 你对于可能觉得内在美 是更看重的对吗 就相比较外在的话 就哪一些内在美 是你觉得你特别看重的品质 首先我觉得是性格 这决定两个人 能不能处的时间长短 对 然后其次就是我希望对方 是一个比较有爱心的人 就是可以喜欢一些小动物之类的 因为我平时就是有在养猫的 好的 那就我养了三只狗 对 我也很喜欢小动物 对 我喜欢养猫的 我养了三只狗 你有没有发现你不紧张了 我一提醒他就紧张了 老铁 你好男嘉宾 我跟你有相似的经历 也是朋友介绍的 然后我们两个每天就聊天相互了解 然后每天就早安晚安 早安晚安 然后在第二个月的时候 他有一天突然朋友圈背景换成了他和另一个女生的合照 就是错不及防 我是觉得这种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网上有 是这么说的 那个女的收到一个微信说 静静我们分手吧 比如说 我不叫静静 她说我是莉莉 她说你等一会儿 过了五秒钟 莉莉 你也得分 3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叫彭处 我今年22岁 来自湖南称昭 我请问你 你现在的主动追击 是只会发消息 还是会其他的呀 就是 怎么讲 我就拿前面那段经历来说吧 就是他是一名小学老师吧 每天都会讨论 就是如何把交案写到 更好 如何就是说 让班里的学生会 好好地提升成绩 就是每天都聊一些 早安晚安 然后就没有去做过什么事情 出来约会吃饭什么的是吧 没有 那不好意思 我来捋一下 刚才她说的就什么 就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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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 不是 她就会问嘛 你怎么主动对人家了 然后她就说 我们就聊聊工作嘛 叫安嘛 早安晚安 然后她就灭了 为什么 我问她平时会出来吃饭 两个人一起出来吃饭 约会什么的吗 她说没有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要经常见面 如果暧昧起的话 但是你对前面那个 就是两年半的追求里面 你都做了些什么 比如说我在国外 我们就有时候打电话聊天 她随口说下一些 包括她喜欢的东西 我回国的时候 我都会给她精心准备好 包括她过生日的时候 虽然我人在国外 但我会给她订一个酒店房间 叫朋友们给她好好的 就是帮我布置一下 把礼物呀 包括蛋糕之类的 就是在里面都做好 你刚才说这些多好啊 挺遗憾的 再见 谢谢 我觉得我今天在舞台上 表现得不是很好 因为今天多少有点紧张 我在前面的感情里 确实不太主动 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什么 女性朋友嘛 所以我其实不太 很会跟女孩子聊天 我觉得以后 如果面对自己喜欢女生的话 我会主动出击的 我做的这个戒指 它是一个莫比乌斯环 象征着忠贞的爱情 一直延续下去 我希望以后会遇上 适合她的主人 我叫赵嘉文 今年23岁 来自山东自博 如果大家对我感兴趣 可以联系我 你看看 这么帅 人还老实 人也很好 对女生也很好 除了紧张过度之外 没有什么保密 《非诚勿扰》由恒顺精忧 林添加香醋冠名播出 恒顺精忧香醋 纯粹好醋 林添加 吃好醋 选恒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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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叫王志文 今年27岁 来自江苏南京 这位男嘉宾由荔枝网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 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全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的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希望对方陪我跑一场爱情马拉松 10号 男嘉宾 你好 爱情马拉松那应该是很长时间 难道就是不想了解的差不多了 然后已经 你恐怕对马拉松还没有了解 他指的马拉松是什么 你解释一下 马拉松是一项极限运动 你看看 我的天哪 张静怡吓傻了 他说的不是你们理解的爱情马拉松 他说的就是长跑 来 喜欢跑步的 喜欢长跑的举手 看看女生 来 5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叫汪静 我来自江苏南京 然后是97年出生了 现在在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就读media传媒专业 然后我的爱好是潜水滑雪 然后希望你多关注一下 我非常爱运动 然后也比较喜欢就是 爱运动身体比较好的男孩子 你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还可以 跑完了马拉松还站这儿呢 这差不了 2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爸爸也跑马拉松 然后他也为我妈妈跑爱情马拉松 他会比如说在情人节的时候 跑一个5.2公里 然后或者是跑一个13.14公里 然后他平时一年还会去跑一次超级马拉松 我陪他跑过无锡还有玄武湖的马拉松 我也跑过玄武湖的马拉松 我还在那个开场典礼上 给你们跳的那个拉拉操呢 你下次可以关注一下 好的 你们之前见过 对不对 你之前看跳操的时候 他应该想不起来 我觉得就是跟他很面熟很眼熟 你见过 你再看一眼是不是见过 真的见过 我视力1.5 你住哪儿 我住玄武湖 你住哪儿 我住玄武湖 附近 那我觉得就很有可能见过了 对吧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建议我的小菜园 你的小菜园里边种了些什么呢 我经常喜欢在我的小菜园里面种一些黄瓜 还有西瓜 还有其他的瓜 这是瓜群种 太小了 他你发现没有 他只种瓜果类 他不种 你为什么不种点绿叶菜呢 绿叶菜长起来比较麻烦 我觉得种瓜 只要撒一下种子就可以了 有道理 因为那个叶子菜容易被虫吃 你这个瓜后来长大了吗 后来长得很大 就是我还没有吃到的时候 就不见了 贾小丹 大夫 你好 那你会建议我在你的这个小菜园里面种草莓吗 不建议 因为你这个各种瓜都是绿的 我觉得来点红的挺好的 红配绿很好看的 赵琴 男嘉宾 你好 我看到你喜欢种这些瓜果嘛 就是假如说我们有缘分的话 我也挺想在你的菜园里种上一些花 可以的 我们可以一起尝试 但是我种的瓜一定会长成大瓜 好的 来看片子 上学的时候老师问我 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 科学家 现在我终于如愿以偿 成为了一名科学家 龙虾科 口味学 美食家 虽然没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家 但也算继承了父亲的视野 我觉得龙虾身上有几个特点和我特别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和我爸都有着特别执着的性格 我爸坚持传统口味 而我坚持突破创新 认定的口味就一定要做到我爸满意为止 经历了30次的失败以后 第31次我终于成功了 我爸当时吃完后 点头只说了两个字可以 我当时内心特别开心 现在我们家已经研发出了 许多大家喜欢的新的口味 凌晨4点 身边的小伙伴们都回家休息了 然后哪怕工作再累 都一定要去趟我的精神乐园 一年365个夜晚 我有200个是在紫离山上度过的 经常一个人抱着西瓜 坐在山顶看风景 当我在紫离山上 听着蟋蟀和松鼠的叫声 吹着山顶的微风 感觉我一天的反折与疲惫 都被卸下来了 因为一个人的夜爬 也让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但我还是希望 山顶的西瓜有你更甜 我还很少看到男嘉宾的短片 有喜剧风格的 那个盖子揭开的那一瞬间 有没有一点周星驰电影的某个片段 吃神 吃神 对 然后他凌晨4点抱着大西瓜 在紫禧山顶听蛆蛆叫 还有松鼠 你一个人抱着西瓜在上面吃 一个人吃一只西瓜 对 然后我发现我吃不完 会遇到很多来爬山的小伙伴 我就分享给他们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的这个城市 凌晨4点还这么热闹 还有一群人在山里面 好 来说说龙虾的事 你们家开了几家店 我们家现在在南京有三家店 生意怎么样 生意非常火爆 这几只龙虾 他们跟我说是这样的 在我们看来没区别 在他看来区别很大 你来讲给我们听听看 从走到右 龙虾的产地 以及养殖是不一样的 来了 这都能区别得出来 稻田惊养 饱头子 这里面最好的是哪一种 就是饱头子吗 饱头子 它是万里挑一的 我今天带了一款新品 叫七彩龙虾 哇 这龙虾成仙了这是 我不得不说 面前的这瓶 恒顺 金优 灵添加香醋 难道是搭配我们 七彩抱头子的对吗 口味怎么样 口味酸酸甜甜的 非常好吃 好吧 可以去了 好吧 可以去了 来 味道怎么样 1号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刺身 所以这个味道 还蛮合我的口味的 冰冰凉凉的 特别适合下一天 然后它的口感 我觉得也有些与众不同 我想知道男嘉宾 是怎么创出这道菜品的 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看一些 动画片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 做七彩龙虾的时候 一定是要有一种创意 那男嘉宾在生活中 一定是一个喜欢制造浪漫的人 你吃这款龙虾 有那种甜甜甜的感觉吗 似甜非甜吧 我觉得 那你可以来我店里再体验一下 惊喜与浪漫 5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吃的这个应该是冰醉的 因为我吃完没几口以后 我觉得已经有点上头了 这款龙虾的确是冰醉的 然后加上了陈莲花雕酒 难怪已经醉了感觉 一盘好吃的龙虾 烹饪方式 就是佐料和虾的本身的质量 各占多大比例 烹饪方式只能占1% 虾的质量要占99% 这么化妆吗 做龙虾跟做美食一样 需要还原食物的本味 虾的质量是最重要的 可以 可以 来 你们家的虾 现在有多少种口味 跟我们说一下 现在我们家 海盐巨龙虾一共有12种口味 比如海盐巨龙虾 它要用蟹糖的虾王来做 然后大家在吃海盐巨龙虾的时候 就要注意一点 就是失恋的时候 吃这款虾比较好 什么时候 失恋的 失恋的时候 你这口音是南京人 失恋 失恋的时候 为什么呢 我听说到吃恋的时候 因为海盐巨龙虾 你看这个虾壳比较硬 拨着拨着手就会破了 然后你就会体验到什么 叫别在伤口上撒盐 别在伤口上撒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下一条 转眼龙虾对我来说是手刀青来 但是转眼爱情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我的第一次恋爱就是通过相亲开始的 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 我和他有了第一次见面 每次我只要给他发信息 他都会给我回应 有时候甚至还会秒回 我感觉他对我是有好感的 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了解 我们彼此就默认在一起了 他特别不爱说话 也不喜欢分享自己的日常 所以经常需要我主动去询问他的想法 让我感觉不到他的心意 我也不太会谈恋爱 只能依靠网络攻略来试探女孩子的想法 后来一次他过生日 我就试探他想要什么礼物 听说他的手机有点卡 我就想着等新款手机发布了 就给他买一个 结果眼看着生日一天天的近了 新款手机迟迟没有发布 于是我就找手自行准备礼物 一个象征着纯真爱情的礼物 映入了我的老海 当我把礼物拿给他的时候 他一下就哭出来了 我还心想 确实很浪漫 但有这么感动的吗 从那以后我们的聊天就越来越少了 他和我提了分手 后来在我的店里 我偶遇了心中的白月光 我鼓足勇气 主动加了他的微信 酝酿了好几天 才想好一个话题 看到他喜欢喝奶茶 就隔站差五地给他点奶茶 咖啡 看到他喜欢出盲盒 就经常去找隐藏款送给他 我以为通过这件方式可以表明我的心意 但是他从不拒绝我 也不会主动联系我 当时我都想要放弃了 当我带着一个礼物送给他的时候 结果女生直接和我说 谢谢你的心意 可是我们本来就是陌生人 这一句陌生人彻底关上了我这次丹念的大门 关于未来我想过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未来的他一起吹着晚风 享受我们俩的歉意时光 郑琪 男嘉宾你好 我是经常会刷短视频 然后就会经常刷到说 有的女生拍摄自己的男朋友在削苹果 然后他就会自己在那 配了一句很小声的话 他说我赌他第一口一定是给我的 或者是那些男生跟女生出去约会 吃肉蟹饱的时候 男生会把虾还有那个蟹都剥好 然后那段时间 我就经常刷造这些视频 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他为什么不给我剥虾 他为什么吃的东西 第一口不是留给我的 但是如果说你女朋友在网络上 刷到一些情感鸡汤呀 毒鸡汤这些分享给你 你会怎么处理 对呀 我会试一试 就不管那句话是不是 你是不是对的 你就是 对 先尝试一下 因为是女朋友发过来的嘛 对吧 总是有一些道理的 就是女朋友发过来的话 我会留心 会认真地去思考 会直接去做 1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如果是像你在VCR里说 就是追女孩子的话 其实有一个小妙招就是 你可以问她 她有什么意见可以给你 然后你用她给你的方式去追她 而且当她到后来反应过来 你原来喜欢的就是她的时候 就是也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听懂了吗 没听懂 这是属于进阶技巧的对她来说 你本人碰到过这样子吗 对 之前的某人就是问的我 我以为她要追别人 后来才发现想追的就是我 然后用我给她的方法 你要不要试一下 那还挺浪漫的听你这么说 成功了才叫浪漫 没成功的叫什么呢 没成功应该叫 二号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刚刚我看到那个VCR里面 你的就是第一段感情 就是你给她送 本来想送一个新款的手机 结果后来是换了一个 真的水晶球 是吗 因为她的生日是在8月份 然后新款手机发布是在9月份 有一个月的时差 然后这个水晶球也是我精心准备的 我那个时候不懂事 现在看以前真的很傻 老铁 一号男嘉宾 我刚刚在VCR里看你 就是送你当时的女朋友 那个水晶球嘛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你不解风情 然后我之前也收到过 类似的礼物 当时有一个男孩子喜欢我 他就给我送了一盒 一盒礼物 他说是护唇的 然后我一打开一大盒拉费 然后我找了半天从那里边 就是很小的一个小盒子 是一个那个 是一个唇膏的小样 然后我觉得你可以那样子送 就是你下次送的时候 比如说你可以送女生脱脂牛奶 这样子就是又可以关心她 又可以帮助她保持身材 这样子的话就很懂女孩子的心意 有拿牛奶当礼物的吗 就是说我送你的礼物 是今天的卷饼 早餐 早点 拿早点当礼物送 15号 男嘉宾 你好 我之前有一任送的礼物更过分 他是送了我一个包装很精美的礼物 然后我打开是一个手机的包装 然后再打开是三个巧克力 就让我很失望 就是是不是你当时有给女朋友透露过 你有可能送给她手机 然后她在看到水晶球 觉得你怎么说话不算话 还是什么样原因 就只是因为你送了这个礼物分手了吗 当时送这个水晶球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年纪小不太懂 但是也没有 后面也没有跟她沟通说 后面我跟她沟通了 就是新款的手机发布了 我第一时间给她买 直接就是寄到了她家 但是她就是没收这个礼物 已经生气了 你前面有提到 她刚时跟你聊的时候有说 我最近手机好卡 对吧 你当时怎么回复这一条的 我当时就说等新款发布了 然后给她买个手 这就是期待值管理 你看刚才好几位都提到了 这个礼物有多重要 跟你之前营造的期望值的位置 非常相关 像刚才他们所提到的就是 入坑礼物 基本都是高期待值 突然有巨大落差的一个小礼物 这远远可以不给期待值 直接给小礼物 情况都会好很多 金杨阳 男嘉宾 你好 我刚刚在短片里 有看到就是你的情感经历比较少 然后就会在网络上 学习一些恋爱之间的小技巧 其实我也是 然后我也有被网络影响过 我的恋爱观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 不知道是谁说的 就是不主动联系你 就是不喜欢 然后我就一直记得这句话 就有时候遇到 有一点感兴趣的男生 那个男生没有主动 我就宁愿错过 我觉得就是在一起 分享欲很重要 就是你给他分享十条信息 或者你喜欢的事物 他能回应你一两条 就是你没有选中他喜欢的 他能回应你五条 证明他跟你之间 是有那种沟通感的 好的 谢谢 也许那个男生也看到了这句话 你看的是女款 他看的是男款 所以你们就都错过了 我再告诉你 他回你信息也不意味着 他对你有兴趣 要看回复的内容 如果你去发给他一个信息 吃过了吗 他回 吃过了 我告诉你 多半对你没兴趣 这事叫礼貌 你问我 我收到了 我回 吃过了 如果他说 我刚刚跟同事 在德基一楼吃过了 这个就对你有点兴趣 为什么 他提供了细节 他愿意分享的内容比较多 在什么地方 有人物 有时间 有细节 比这个还对你有兴趣呢 我正在吃 你呢 吃的什么 你看 同样的 三句不同的话 他对你的兴趣程度 你都可以做一个评估和判断 哦 四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这里会刷一些网络短视频 然后会有一点 对我的恋爱会有点影响 比如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或者是说 事事有回应 渐渐有着落 你也是开龙虾店的嘛 平时会非常的忙 那你在忙的时候 你会跟我先说 还是有时候忘了说 我会先跟你说一下 我现在在饭店 比较忙 待会儿就是忙完之后 一定会回复你 忙完就会及时地回复我 对吗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 好 了解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十四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像现在在龙虾的旺季 你可以空出来 陪女朋友的时间段 是在哪个时间段 时间段 除了饭店之外都可以 那这样的话 中午 晚上 然后你还要到凌晨吗 但是下午的时候 有大量的时间 可以出去逛街 可以出去玩 好 谢谢 现在留灯的是 4号 7号 20号 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 谢谢大家 有请4号 7号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 2号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 2号 制推女生是 我们看一下男嘉宾的 制推女生是 纯粹好醋 零添加 恒顺精油 零添加香醋 为您揭晓 制推女生 12号 正奇 男生给人感觉阳光自信 有事业心 勤快靠谱 有探索精神 目标感极强 追求高效 懂生活 爱运动 是有生活乐趣的暖男 而女生呢 优雅自信 精致有品 温柔 谦逊 关注细节 懂得为对方付出 两人性格互补 男生有主见又靠谱 女生会生活有担当 是一位相互扶持又心动的一对 四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何琪 最爱的是理想的她 心灵手巧 理想的她 喜欢会穿搭牙齿白 自信且有耐心的男生 自己是一个非常看重细节的女生 希望你能在细节上打动我 朱天真 我的舞蹈生活 天真 反差感 我的舞蹈生活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天真的生活Vlog 在工作之余呢 我是一个兼职的街舞老师 教会同学们跳一支完整的舞蹈 会让我觉得开心之余呢 还非常的有成就感 当然我也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和演出 也收获了很多好评和不错的名次 也会在高校街舞比赛中担任裁判 然后就是我最爱的旅行啦 可以在长白山的冰天雪地里滑雪 也可以在延吉体验民俗风情 还可以在三亚的海浪中自由地冲浪 并且会在旅行的途中品尝当地的美食 有机会要和我一起去哦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吧 正奇看看这样的我理想的她 我的恋爱观 我的恋爱观 在恋爱中自己是个敢于尝试的女生 但是只要发现了双方有不合适的地方 就会主动提分手 行鸣 新鲜感 这样的我 向往的未来 新鲜感 自己所谓的新鲜感 是一直跟同一个人去做不同的事情 一直跟同个她去不同的地方旅游 去看日出日落 去做很多浪漫的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问四个女生 我每年都有五个月的假期 可以去陪你们做你们想做的事 如果你有一个超长假期 你打算怎么办 7号 我是准备旅游吧 因为我本人也非常爱旅游的 假期当中去一些我想去的地方和男朋友 2号 2号 我也是会旅游 因为我现在工作很忙 除了工作之外 我还要就是下了班就是会兼职教课 所以假期对我来说比较奢侈 如果有一个很长的假期 我希望可以环游世界 如果我有五个月的假期 我会选择几个城市 然后打卡每个城市 最刺激的过山车和美食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是喜欢旅游 如果有空五个月的时间的话 我会想跟喜欢的她一起去大理 去云南的很多地方浪漫的城市 然后一起去玩 因为平时比较忙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我的决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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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陪我去云南旅游的女生 选择陪我去云南旅游的女生 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一个人一起去 照天明浪漫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由港容蒸蛋糕 提供的浪漫海岛助理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头 我是我的Super number one 三个人一起每天都紧张 Oh baby baby I'm the city baby 真爱林天佳 安心好品质 纯粹好处 林天佳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横顺金游林天佳 相处礼包一份 她刚刚有说到 她每年都有五个月的时间 可以陪女朋友出去玩 然后这也是 我特别觉得心动的点 还有她前面有说 不会在纪念日 或者是说一些生日的时候 准备礼物这些 我就觉得还挺好的一个男生 我觉得女生看上去 非常的活泼可爱 是我喜欢的内心 是我喜欢的气质 然后她说她喜欢去云南旅游 我之前去云南旅游都是一个人去的 这次终于有人可以陪我一起去了 港容真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好的 这也是我们南京本地的男嘉宾 能够牵手也为她高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山楂树下指定播出 感谢《非诚勿扰》配对助理官 银雾花生牛奶指定播出 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珍爱网 百合网 世纪家园网 荔枝网 荔枝网或者现场报兵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看节目 欢迎登陆荔枝新闻大蓝金 新浪新闻一点资讯 ZAKER 360娱乐 了解更多资讯 上微博搜索《非诚勿扰》参与讨论 分享你的恋爱宝典 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 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今天又是没被男嘉宾选中的一天 我需要安慰 你是想找机会点菜吧 不完了 菜都做好了 我还想说天气开始热了 我们吃点清淡的呢 算你有口福 今天正好做的粗溜白菜 嗯 好吃 夏天就要酸甜口的 开胃 这个牛肉用香醋点赞 也可以提味 你试试 哇 这什么生鲜香醋啊 怎么放哪个菜里都这么好吃啊 你这么喜欢酸甜口 以后就认准恒顺精油 0添加香醋 真正的0色素 0酒精 0防腐剂 用料这么健康 会不会很贵啊 一瓶500毫升 才十几块钱 餐餐用都可以 我可不可以不过去给吓人 好娇小啊 从我们身高 2米02 给我把凳子 假如说你给我盗了一个菜 我也会说谢谢宝贝啊之类的 宝贝也没问题 宝贝也没问题 我小时候就想着找一个 以后能给我做饭的 你给我的感觉很对 每一个大大七二的节日 给他做一栋 代表我心意的号参 代表我心意的号参 爱情不能复进不出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纷纷扰扰之间 我冰凉了双目 超能与我相爱的人 一起到来 Dat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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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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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